大家好,來到第八、九集,其中一部分爆玩具 由開CV的Brian和大家分享 F1比43的賽車,真是個人喜好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F1的賽車 因為每一屆車型、賽車手都會有變動 無論賽車手的裝備、車身、DECO、贊助商 其實一直都在變化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形態出現 我覺得在美術上是非常優美的 而且Evan Formula也是公認世界上最快的賽車 以及一個最高級別的賽車比賽 當中參加的車隊是最高、最厲害的生產商或者車隊 另外就是贊助商、車手都是世界一級的 這次跟大家分享 Diacostini 裡面 這個1比43一個雜誌式的系列裡面 其中兩款 為何我講第一期和第三期呢 我特地將它放在一起 因為當中包括兩位舉世知名的賽車手 就是在八、九十年代 稱王、稱霸的兩位車手 一位就是阿倫普老師 另一位就是Sena 這個 阿湯Sena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最重要是大家知道是誰 其實這兩期內的車手 其實就是有一點分野 就是在時間上 一個就是第一期看到左邊 1988年 那就是 麥拿倫Honda的車 車隊的Sena 12號車 另外就是 第三期 第三期 就是 1993年 威廉士 車隊的 阿倫普老師 為何會講這兩架 其實有點淵源 因為 講到這兩位車手 這兩位名宿 其實根本 他們就是 在這段時間 1988年 1993年 期間 他們是清亡清白的年代 即是 鬥到你死我活 在車場上 很多的競軸 亦都是 麥拿倫車隊 曾經做過拍檔的 最重要的是 為何第一期這個雜誌 做第一期呢 我覺得是有意思的 除了去Sena 之外 亦都是Sena 在 由 蓮花車隊 轉去 麥拿倫車隊 之後 第一次 亦都好像是 亦都是她第一次 獲得世界冠軍的一次 先說回歷史 在1988年 其實Sena 當時 就是 勇奪了世界冠軍 不過 精彩的地方 不是這裏 就是當時的Sena 和布魯斯 兩個車手 在16站的賽車裡面 由第一至第11站 竟然都是由這兩位 車臣包辦 冠軍 即不是Sena 就是布魯斯 當然可能是第二 但 冠軍車手的名單上 每一次 不是Sena 就是布魯斯 最終誰贏了呢 最終呢 就是Sena 贏了一個88年 亦都是 麥拿倫康達車隊 贏了車隊的冠軍 那 她贏了多少站呢 16站 贏了8站 其實都很誇張 有一半是她贏了的 但呢 最重要的是 寶魯斯 也贏了7站 即是換句話 她兩個人 包辦了15站 其實只有16站 唯一一站 就好像是法拉里車隊 的貝加 拿了1站的冠軍 好了 1988年 Sena 贏了 很高興 因為小弟都很喜歡Sena 很多朋友都喜歡Sena 真的 因為她的駕駛技術 和 一向她的作風 是比較狂放 巴西車手 亦都是 很多時候 拿了最高圈速的記錄者 好了 說1993年 第三期 這輛座架 不用說 又是世界冠軍 除了是寶魯斯的座架之外 那一年 應該車隊也是拿了冠軍 雖然隔了幾年 車型的變化 那一段時間 就沒有變得那麼激烈 隔了8年 就真的變化很大 隔了幾年 還看著 擺在一起 都還有幾個人 到1993年 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隔了兩個人 贏了12站 但這次寶魯斯 就贏了世界冠軍 他贏了7站 鮮娜贏了5站 總成績 寶魯斯得91分 鮮娜得73分 補充一下 1988年 其實鮮娜 險勝寶魯斯 鮮娜90分 寶魯斯87分 看到 8站和7站的分別 應該是很接近的 但是 1993年 似乎 寶魯斯發威了 7站 分站冠軍 鮮娜只有5站 1993年後 沒有記錯 寶魯斯就退役了 離開了 1994年 原本 鮮娜加入 威廉士車隊 火牌 希爾 當時武器的新星 Damon Hill 其實 在1993年裡 希爾也獲得了幾站 冠軍 這兩站 實在是非常清楚 其實可以幻想回 1988年至1993年期間 這兩個車手的對抗 競速是非常激烈的 其實每一年 差不多是這麼厲害的 不過 我就選擇 這兩個雜誌 這兩個騎車 說回這兩年的成績 1998年 在鮑布奔 15站的冠軍 頭11站 都是他們兩個贏了 其實你留意到 第一期 其實是特別便宜的 只需要69元 為什麼麥拿蘭 其實以前我叫麥拿蘭 萬寶路車隊 就是沒有了萬寶路標 你看到 擔心的色調 就有了 但 Logo 原來據問 自從每個地方 開始 禁煙 或者對煙草的廣告 有限制之後 就算舊的產品 即是很慘 當年是有的 那麼 回復當年的模型 理由 都不能上的 所以就沒有了 當然我理解的,如果我們現在拿舊的產品來宣傳 我們就不停繼續買香煙廣告 這個我完全明白 其實我當時車身上的贊助商Logo 其實在坊間有很多朋友可以改裝,加上水貼 據問我一些玩開大卡車子的朋友說 其實我當時贊助商Logo基本上他們的手權是拿不完的 只不過是善意的宣傳 基本上在車隊的合約中 可能都註明了可以在模型複製品中用到他們的Logo 當然有部分不可以的話 你可以看到英文字母串法或者字體上有輕輕的調整 就可以繼續用下去 好了,說故事說了很久,不過真的想說一說 很有趣,1988年閃拿贏了寶老師的老師傅 因為寶老師講車令應該比閃拿出道早 其實閃拿巴西人人都知道,寶老師法國人都知道 最好笑的是,那年在閃拿的老家 其實寶老師是贏了閃拿的 很激氣,因為頭一站巴西就輸了給寶老師 但是最終呢,閃拿也是獲得那個屆世界冠軍 好了,到了1993年 寶老師臨尾發威,臨退休前發威,贏了閃拿 分數方面拋離了20多分 但是呢,那屆呢,閃拿也是家鄉贏了花界冠軍 那說到寶老師達,最終是1994年之後 就沒有再參賽 因為在第三站的賽事裡 5月1日,寶老師就因為不幸就喪生了 其實在意大利的Saint Marino的車場是一個彎國喪生 其實寶老師也曾經很多次在這個分站獲得冠軍 有些說法就說,車的跑道上面有些碎片 令到車突然間失速,然後整架飛起 好像今年澳門三光形式裡面,有點意外 其實它不是車可以炒到飛起,是剛剛炒到車上再飛出去 那時呢,那個彎狀呢 其實我剛剛也看回那些影片,也真的發覺是... 不是說... 應該不是這樣線胎就會炒到那麼厲害 即是車是失速撞回 那... 這集呢,也是我本人向上線拿致敬的 因為... 真的... 在一個年代當年青,真的很欣賞這位賽車手 因為... 欣賞她的特別就是... 譬如寶老師跟她比較... 其實寶老師的世界觀 就是她的總成績可能比線拿略高一點 但是呢,線拿那種... 那種北克西人的感覺 比較狂放一點 或者在開車裡面 經常都叫拼命三郎 那種風格呢 是令到很多車迷呢 欣賞不宜 因為她那種... 就是有些不羈 好像... 有時可以... 通常她們吹出名的線拿呢 就是在下雨的時間呢 很多時候都贏到冠軍的 在這樣危險的賽道裡面呢 她通常都更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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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她的駕駛技術失準 或者是用一個保守一點的方法呢 她仍然是可以贏到... 很多站 這個呢 就是她吸引入勝利方 就是... 等於... 我們喜歡... 羽毛球 喜歡看阿丹丹 這樣呢 她雖然不是獲得最多的世界冠軍 但是她... 有時反敗為勝啊 那些... 那些... 或者當年網球物根來呢 都是令我們吸引入勝的啦 說到現場爆玩具呢 當然是爆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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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包裝呢 每一盒裡面都有一個再... 即是一個另外一支盒 以及吸索包裝 包著這個盒 這個就... 我們就... 開了啦 這個呢 就未開的 好啦... 真的時間關係 難道真的... 拆開之後就是這樣的 那盒呢 就... 放心啦 上了螺絲的每一輛車 那就... 就這樣開就行了 好啦... 先介紹第一期先啦 就是這格 麥拿倫 當年是Honda H啦 看到很平衡 12號車 其實當年都叫馬布羅麥拿倫車隊的啦 那是連主的 那這裡有沒有寫呢 沒有寫路都沒有買了 那事實上... 但是哥連以歷史來說呢 那真是萬布羅麥拿倫車隊的嘛 那小小的都經常看到多啦 那當年的車型呢 比較簡約一點的 那... 但是當年看當年都很... 很超現代化的 現在看這些更超現代化 那我最近看了一些最新式的 F1的未來的車型呢 更有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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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 那... 那為什麼 那麼... 那為什麼 那麼... 那我就真的喜歡 那所以... 那所以你說 傭人妳... 妳自己... 可能都會有經營、賣這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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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 喜歡是不是 呢 這很 preserved 輪胎都是可以動的 輪胎都可以引起Good-Ear,Good-Ear的年代車輛都是Good-Ear 這個模式也有說過,比我們平常見到的Mini-Champ 那個品牌,其實大小是一樣的 我有點懷疑,不知道會不會是同一間工廠 但他們不是中國製造的,不像是Bagadash製造的 手工製造的,他們不是全Di-Cast 我也不敢肯定,因為我自己好像是Di-Cast 但我知道細胃應該不是Di-Cast 我其實研究不太深,因為Mini-Champ很貴 五百多元一架,限量版的更貴 Mini-Champ就有好處,相信再漂亮一點 還有有車手 這集就沒有車手,我滿足的了 有車手當然開心,看到一個閃娜公仔 很棒,還有頭盔的Decco很漂亮 地台暫時發現是基本上只有一款地台 斜斜的一個彎位 萬寶路沒有了,聽聞師兄說有辦法把它貼上水貼 那你自己決定 但這期$69,你想怎樣啊?老闆 嘩,這樣精細?不是 我想說,不是你在大型玩具連鎖店 看到其他品牌的同比例的F1 我看到,大概是$80有價值 不過只有幾款 Benz 車隊,紅樓車隊,弗莉車隊,三隊 都是沒有人,不用說,一定這麼便宜 但是,搓了冷靠,嘩,我經驗為車 這麼大,再看一看一看一看 噢,原來都是差一點 因為它真的用很多盒件 那些翼很厚的 不是這麼薄,這麼小 當然一分辭一分貨 正的,開心的,玩了 好,非常滿足 看到這架鮮難的座客 尤其是第一年拿世界冠軍 但是,一轉麥拿倫呢,即贏了 我和波羅斯曾經做過隊友 那幾年都是包辦世界冠軍 好了,看得清楚了 鮮難 MP-4-4那些是車型來的 車架,車型的奮術 1988年,世界冠軍 12號 另一個又是好朋友,隊友 又是... 又是好對手 即是十足的卡通片 那些 登登,出場了 就是阿倫普老師 1993年 看看兩個車 大小,前後輪的距離 接近的 因為年代近了 所以其實放在一起 是不錯的 那給個關子 其實某一期 好像是19期 和某一期都是鮮難 不用說 一定是這隻色的 麥拿倫車隊 88-93年 都是贏了冠軍 在這個雜誌裡面是有出的 但是據說 在日本是賣到斷市 我不知道香港將會不會有這麼出 現在暫時我們都未收到貨品 一樣版的 所以很想它有 總之是它這麼多屆冠軍的車 都在這裏 那你坐在三架 很滿足 好 看看阿寶老師 兩架差不多大小 那個年代 又是good year 這個人 另外一隊很有型 其實對一隊都很棒 巴列頓 Banerton 紅牛 威廉士 弗拉里 麥拿倫 那些 真的很標誌性 一些選擇紅白色 威廉士是藍黃白色 弗拉里是全紅 紅牛 不用說 那個型 Lotus是黃色 早期的Lotus是黑色的 現在就是Lotus的車 其實可以看到每一年座架 車的車 車的 車 其實一直在變 車型 輕輕變 對比一下車身 好看 輕輕變 近期的車更有趣 不是 總之界界都很有趣 看舊的有趣 有趣 所以原來操車 我自己操FORMULA 1 弗拉里也喜歡 但是 駕駛不到 那FORMULA 1 都駕駛不到 大家可以駕駛 這些叫後擾流器 開始用雙層後擾流器 雙層後擾流器 有些看過三層也有看過 現在的直徑是很有趣的 衛廉市車隊 曾經 多數跟雷諾 Reylon 在一起 Reylon 很多時候都拿了很多冠軍 他供應機器 很多師兄都可以幫他補充 有Canon 很多的ELF Mobile 這個就是布魯斯 那次就贏世界冠軍 有人當然漂亮 但是百多元貨幣 這一輛就是當年 1993年 贏了七站冠軍的2號車 偶爾車隊可以出到三個車手 當然為什麼出三個 我不太記得 不過應該是規例上 一至三個車手都可以 看你公司 不是公司 看你車隊有多少投資 因為其實一個車手和一個車 對車隊來說是有負擔的 因為你整天文斤 包括後勤 研發 經理 教練 很多很多的跟味 所以其實F1賽是很王位的 這次介紹第一期 第三期 這就是Honda 麥拿倫 1988年的冠軍 有幾站冠軍呢? 8站冠軍 如果說厲害 這架就8站 這架就7站 那你看看這邊就喜歡了 但是這兩位人興加起來 一年就贏了15站 16站裡面 贏了15站 平均 大哥 比道路要走走 僅僅給一站 希爾贏了一站 就是這麼多 希爾後來呢 在之後1993、1994年 都開始成名了 看回歷史 很過人的 一代一代的車手 史拿離開之後 保路斯退休之後 其實有新的車手武器 有不同的車手武器了 好 那說書 我反過來 說回第三期 這個 左上角的標誌 是F1賽車的官方設定標誌 所以你看到任何地方 都看到F1的標誌 左下角這個位 F1 好啦 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一些關於F1賽事 其實F1是一個正式網站 你找Standings 那裡 你會有這麼多屆的 冠軍車手 車隊 哪一站冠軍 很多有用的資料 都 有在這裡 當然你找到Wikipedia 就一流 小弟也是這樣找回來 那本書很棒 其實這裏 這裏 這裏 可能真的有多些話說 其實呢 他有說到 他在這一屆 即是有幾站冠軍 有個圖很棒 就是這個 這個 最高的棒 就是他贏了 冠軍次數 這個就是當年 林保老師 1993年 贏了這7站的冠軍 日文看不到 不要緊 都說上F1的官方網站 你會看到 哪一站他贏的 真的很厲害 他能夠拿到91分 其實很多 爆錶 不過 當然後期 我都好像看到一些 不知夏美頓還是舒密加 都是爆錶嚇死人的 就是拿了 他都拿了7站 7站 冠軍 和3站 最尾的3站 亞軍 那有一站第三名 那 沒有東西那些 通常是炒車 不一定炒到很嚴重的 不是受傷 可能是壞車 取出 或者犯規都會 有時候被DQ了 那這一期呢 很清楚了 冠軍的手 這邊還有頭盔 沒錯 藍白色頭盔 主持 好 那 零號車 就是他的隊友 輪到看這個第一期 那當然價錢最便宜 無論是日本 台灣 香港都是賣便宜一點 香港其實真的超便宜 69 大家注意一下 越遲開始售賣的產品 其實零售價越貴 舉例 同類型的雜誌式賽車 Riley 拉力賽 其實他們正價139 其實很划算 因為有很多拉花的車 除非你不喜歡的車 那些車型就淑一些 不然其實很划算 因為2016年開始賣 所以當時的價錢是便宜一點的 所以現在你 總之越遲賣就越貴 這個拉力賽車 其實買了兩年是很划算的 舉個例子 這個F1是有90期 當你賣 雙周刊賣法的話 90期 即26期一年 其實都賣到4年 3年 3年後 你又覺得這個價錢很划算 所以呢 我直接覺得 買定先是沒有錯的 除非你真的不想買 到時你罵 其實一般情況 便宜不到 只能去普通的零售商 或者其他零售商 找得回 那怎麼找呢 我都不怕買廣告 可以去小弟間店 是有的 齊不齊呢 我都不敢說 那 相信是齊個便利店的 好了 講到這裏了 嘩 厲害了 就是閃拿國奇的戰績 拉洛的成績表 好像更精彩 因為有8站 8站冠軍 又是3站亞軍 還有1站第4位同帝6位 3次DQ了 或者是壞車 但是呢 總分呢 90分 其實 不忘多樣 寶魯斯 1993年拿91分 但是呢 寶魯斯那期都是拿87分 就是 其餘你看到 不是閃拿羅 冠軍 那些呢 基本上是寶魯斯 立了 這一屆1988年 就最精彩 兩個車手 包辦了16站裡面的 15站的分站冠軍 簡直就是 寄生如 何生亮 那種格局 哇 簡直是 那時候呢 我們會看體育世界 嘛 真的會追的 真的會追的 現在的體育世界呢 不知道是我老了呢 還是說 什麼呢 真的不會說 好 好